今天拍的车型是家里这一辆上一代的进口奔驰A200时尚管车型 当时的指导价是263,800 实际的落地价格是24万左右 因为是换代前的最后一批车 所以说门店的销售政策让力比较大 车头部分比较显眼的就是这对LED大灯 整体的设计感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晚上的亮度也可以 缺点就是价格比较贵 单独的中换价格在14,000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然后前杖上一共有1,2,3 加上右侧共6颗雷达 实现车辆的主动安全 刹停功能以及自动拨车 中网方面的话 是低配的满天星中网 没有对满天星做单独的杜格装饰 也不是钢琴口气质感 只是普通的黑塑料 所以说世界效果一般 中网上有贯穿的电动条 同样前产上也有贯穿式的电动条 整体的运动风格还算可以 不算很激进 也符合A200家用车的属性 机舱那部分可以看到 一共有左、中、右三条金线 其中左右两条金线是一直贯穿到A柱部分的 并且隆起比较大 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中间这条的话整体隆起就比较小 并且在机舱中部就逐渐消失 可以看到这辆车的A柱倾斜角度是比较大的 缺点是对前排的驾乘人员头部空间有一定的影响 优点就是能营造出比较好的奔跑姿态 并且风阻和风噪相较而言就比较小 后窗部分下手比较明显 缺点一会儿听到车里能看到 因为如果个子比较高的话 你坐进去大概视线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在后窗之上 然后整个C柱的面积也比较大 这样在并线的时候有比较大的盲区 后窗的整体面积又比较小 倒车的时候虽然说有倒车影像 但实际上对于一些老司机来说 后窗的这个视野整体上还是受一定影响 尾灯的轮廓比较简单 我觉得缺乏设计感 好在内部的发光源从卤素变成LED 夜间的点亮效果相对来说还比较好 然后可以看到它车尾也是有六颗雷达的 主要就是为了实现它的自动波车功能 下方的话是左右各单出的排气 方形的排气孔是和保险杖一体的装饰件 侧面来看质量奔车也采用的是双腰线设计 下方的腰线上扬比较明显 因为整车的长度比较短 为了呈现一种前行俯冲的运动姿态 然后轮圈方面的话 选配的运动款轮圈 时尚版是战斧圈 用在东西胎上 轮圈的尺寸是18寸 轮胎的规格为254018的 普提斯东太人者轮胎 这款轮胎的卖点是安全耐用 胎灶控制相对比较好 但实际上抓地力和排水性一般般 看过外观之后 进到车内看一下内饰部分 首先这辆车虽然是有一键启动 但是并没有无钥匙进入功能 所以说进入车内的话 还是需要按钥匙板 后视镜是带自动折叠功能 然后可以看到车门上是主驾驶 电动调节以及三组座椅机 看一下内饰部分 首先可以看到门板 包括仪表台上都是这种 类似于皮革纹理的软质材料 整体的触感包括实际效果都是不错的 然后下方是圆形的空调触风口 以及仿探线纹理的方格纹式板 包括双炮筒仪表的背板 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格纹 整体的运动风格营造还是不错的 包括260的表底 中央的液晶仪表 清晰度也是有一定的提升 至少比最后一批升级前要好得多 然后中控的屏幕 也是对分辨率做了优化 但是不支持触屏 需要通过扶手箱前这个旋钮去控制 整体的操作便利性一般 可以看到方向盘的尺寸偏大 但好在粗细时钟 并且在9点和3点的位置 做了这种类似打孔的纹理 手感相对来说比较不错 虽然没有采用平底方向盘 但是标配换挡拨片 算是在运动方面做了一定的补足 因为采用怀挡设计 所以说在中控台下方 得以腾出空间 设置这么一个容积可贯的带垫储槽 增强使用性 中控面板方面的话 基本上就都是缺点了 像这么多的按键 基本上都是为车载电话准备的 这些数字按键 基本上一次都没有用过 接打电话的这些功能和 仪表上的动弹按键 也是功能性重复 一般都是直接在翻盘板上就操控了 所以说面板上 真正能够使用的功能非常之少 下方是手动控调 虽然这辆车的配置比较全面 但是唯独是少了自动控调 这点不太让人理解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 就是这辆车的内讯环件 上面使用的是老款 三明治车身奔驰A级的轮廓 算是一个小彩蛋吧 看一下前排鼠中间 首先看一下车门除物槽 主驾驶的车门除物槽 宽度不是很大 如果放一些粗壮的博文杯 或者是比较高的饮料瓶身 它的固定效果也不好 这里只放了勾带和手套 基本上就满了 然后中控台下方的话 前方夜晚网上的位置 平时主要就是用来放充电器和车钥匙 然后袋垫除草里边放的杂物比较多 可以放一些钱款 因为有遮袋效果 杯架的话就不建议用来放瓶子了 因为这个杯架整体的这个固定效果非常不好 并且很浅 如果放进去的话杂音包括对驾驶的影响都比较大 后方的扶手箱里边表现还可以 首先它够深 再一个带两个充电电源 其中一个USB口是支持数据连接的 因为这辆车是可以使用卡普类和卡拉夫 扶驾驶位置的储物空间就更少了 首先它只有一个单手刀箱 上方这一部分空间都是被浪费的 而且这个手刀箱内部的容积并不大 看似很大 但因为它这个箱体的厚度比较夸张 里边的容积都被占用了 好在是采用了这种植绒设计 这种植绒设计的话 在里边放一些笔或者是金属小件的时候 滑动产生的噪音会小很多 然后看一下它的座椅 这辆车的座椅整体的风格其实是偏运动的 并且头枕是这种不可调的一体式头枕 看起来虽然比较好看 但是实际上对颈部的乘托一般般 优点就在于它与身体接触的位置 是采用了这种植物处理 特别是在我们东北 冬天特别冷的时候 就算你的车有做一架热 也不可能马上就热起来 所以说植物的话确实比较好 缺点就是一旦汗渍啊 或者是撒上一些饮料清理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还有一个这辆车座椅的优点 就是它的腿头部分是可以手动延长的 这样的话 腿比较长的乘客长途乘坐的时候 舒适度会提升很多 然后到后座来看一下后座空间表现如何 前排是我平时调整的位置 我身高是1米75 坐进后排的话 先看一下腿部空间 腿部空间我坐直的话 大概和前排座椅之间有一拳多一点点吧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这个座椅做了一个偷薄的设计 否则的话空间会更拘促 另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这个坐垫的长度确实是太短了 你像我坐直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腿部的乘坐到底有多少 实际上不是很舒服 加上这个后座的角度也是比较挺直的 如果长途乘坐的话 腰腿都会比较累 加上这个创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创线的下手 如果像我这种身高的话 平时坐车里大概整个视线是这个状态 不是很舒适 来其他方面可以看一下 首先储物只有这一个小小的门板储物槽 可以大概放最多两瓶饮料 或者是一些小的手包和手机之类的 然后后排没有出风口 后排出风口的位置可以放一点杂物 下方的话有一个烟灰缸 烟灰缸里有一个12伏的电源 可以对手机充电 除此之外的话 能够撑出来配置的也就只有这顿阅读灯了 包括后排的扶手都是没有的 好在有中间的这个头枕 不过这个头枕如果平时放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倒车的视野就一点都没有了 最后看一下这辆车的动力部分 并对全车进行一下总结 动力方面的话 这辆车采用的是1.6T 双顶值图轮轴四张温轮色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马力是156匹 扭矩的话 其实和竞品比的话 也只能算是劣势 甚至和大众的1.4T 装动力发动机相比 它的整体输出表现也不占优 这台发动机可能是技术方面不如先进 所以说油耗也不是很低 大概在11升左右市区 高速的话倒是能降下来 发动机整体的这个声音不好听 双离合低速顿挫的这个问题 它也是有的 但是7G超内的那个AT变速箱 其实换挡的时候也不是100平顺 整体的这个风格还算能接受吧 只是说在起车的时候 双离合溜车的这个问题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困扰 然后最后说一下是为什么买这辆车呢 买这辆车的原因就是因为 当时优惠比较大 加上家里面觉得 就奔驰这个品牌 无论是安全还是设计方面 与大众或者是日系车相比 都是占优的 这辆车当时落地的价格在24 如果买一台高尔夫7R-Line 落地的话也要在20左右 而且相较而言 这台车多了自动泊车 主动安全系统 虽然这个自动泊车属于 我停的比较快 它停的比我菜的那种级别 不过考虑到安全性 还有这个品牌新辉标的加持 也多多少少算是一点卖点吧 但是提醒大家 像这种入门级别的好挖车 最大的弊名就在于 它的零争比 这辆车大概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撞了左右大灯 水箱框架 还有保险账 以及一些零零散散的这个小件 正常来说的话 要是高尔夫的话 可能维修费用就是三四万 这辆车的维修费用是九万四 其中光工时四万块钱 所以说 如果要买这种入门级别的好挖车 大家一定要把保险配齐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